好,我今天要来介绍就是我们使用那个Dolly就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然后试着把它当成是生成的那个就是生成我们想要的指定格式的一个新的做法 那Dolly的这一个模型呢,它是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一个全开源 然后它的资料集,然后它的训练过程以及它的那个训练方式都是有放在网路上面 然后有公开跟大家说明说这个要怎么使用 然后因为它的语言模型是开源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试着 如果你有训练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基础环境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在网路上找一下,可以找到这个如何自己建一个这样子 对,那目前就是以需要花费的资本以及金额来说的话 Dolly是一个一般个人作为开发者都有办法负担的一个成本这样子 好,那我叫Timo,我在台大医院资讯室工作 那因为工作上面的关系跟就是File的这个格式有一些接触 那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主题 那因为是第一场,所以我会讲的就是深入浅出一点 不会讲太坚涩难懂的事情 尽量把一些议题讲得比较平易近人可以理解这样子 好,那个询问一下在场是因为这个格式所以来听的,请举手好吗? 看一下,OK,好好,对,那个我也很看好这个格式 对,因为我被HL7搞得很痛苦这样子 好,这是HL7是一个现在在医院通行的一个格式 然后它带给医疗院所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它是一个旧的思维跟它传递的方式 然后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些很可怕的资料量 跟它的长得非常的可怕 那传给别人的时候,新进的工程师看到那一包资料都摇头这样子 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想要听那个合成资料 以及如何做测试 还有伸出这一包合成资料的可以举个手 对,我想OK,好好好 对,因为我想知道就是我等一下要把哪一个部分的比例稍微再多讲 讲细一点这样子 好,那自动生成测试资料这件事情呢 就是它有一个很棒的好处是 有时候我们在医院里面有一些资料是病人的个资 或者是实际上真实的资料 但是如果你是在自己想要开发一个 开发一个应用或开发一个功能 或是串接某一些资料 你不能用病人真实的资料去测啊 因为那是病人的个资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合成资料上面的需求 那因为这些合成资料上面的需求 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条件 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找一个工程师重新帮你兜一包全新的资料 然后来测 如果有一个工具它可以自动 或者是用平易近人的方式 自然语言的方法 用勇畅的或者是用各种就是 你可能用聊天方式 它就可以得到一包很接近完美 或者是工程师只要少少的check一下 就可以过得一包合成的测试资料 那是不是很方便 对那我认为这就是合成资料的价值 它带给就是工程师 或是带给想要测试或想要开发新软体 新应用或者是跟别人互丢资料的 这个这这些应用的一些好处 OK好 那 这个 好好谢谢 其实这样也可以 对 可能下一场会需要用那个麦克风 OK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 ChadGPT以外 其他的LLM 就是不是在 OpenAI的ChadGPT上面的LLM 而是其他的大语言模型 那调查一下 目前有用过ChadGPT的举个手好吗 哦好好谢谢 那有用过 ChadGPT以外的 大语言模型的举个手 哦OK好好谢谢 如果你把ChadGPT 当成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那有可能是因为在OpenAI上面 他给你一个画面 给你一个对话框 你看起来好像可以跟他用聊天的方式 去沟通跟取得资料 但实际上他背后是一个大语言模型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 他是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我个人并没有把它当成聊天机器人在使用 它对我的意义 有可能是它可以帮我萃取资料 或它帮我生成一些 我想要特定格式的内容 或者是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推论引擎 这引擎呢它可以就是帮我依照我的想法 以及我的提示词伸出我想要的内容 所以简单来说 我其实把LLM当成我的生成式的一个 就是我的产生器这样子 好那等一下我们今天的简报里面 不管提到LLM的大中小 不管它是大语言模型 或是中一点的大语言模型 或小一点的大语言模型 我们一律都是称LLM 不会有什么SLM啊 或是MLM这样子啊 OK好 那为什么会选Dolli呢 其实这是一个开源的 这是绝对没问题的 选开源的语言模型 但是开源的语言模型有很多个啊 为什么会选Dolli 为什么不是选Lamma 为什么不是选Lamma2 Lamma2还蛮棒的 好 主要还是你能不能拥有当初建制这个 或者是Building这个语言模型的 这一包原始的资料 那你拿到这一包资料之后 你有没有办法用自己可以负担的成本 去建出这一个大语言模型 好 简单来说 就是它便宜 而且它资料容易取得 而且它是开源的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要商用 或者是你之后 有想要做其他形式的 扩展它 是有机会的 但如果模型在别人家 你要自己建 你要自己创 你要放资料进去Five2 或是你需要 做各种的应用 可能就会因为受到 比如说商业条款的限制 或者是受到 它不开源 所以你不知道里面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办法去摸得到 它最核心的部分 的这些限制 所以在这么多大语言模型 即使是有开源的 语言模型的情况底下 我们选了一个Dolly2.0 这一个来做一个尝试 那很有趣的是 Dolly跟医疗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 大家知道那个 陶丽阳吗 好 我不知道那个陶丽阳是什么 世代的事情 不过 陶丽阳作为那个 可以复制的 阳这件事情 已经很多年了 那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漫长的时间 我们现在 如果你想要在生医或医疗领域提到 关于复制 复制一个活体生命这件事情 陶丽阳依然是一个 很出名 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生物 好 好 那 有听过卫福部最近在推 弓箭计划的举个手好吗 好 卫福部有一个非常宏伟巨大的梦想 当然他们也拿了一笔很大的钱 好 呃 他们有一个很巨大宏伟的梦想 因为 呃 卫福部底下 比如说像CDC 疾病管制局 比如说像 那个 呃 健保 健保署 然后 呃 国舰署 就是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单位 每一个单位都会想办法跟医疗院所要资料 或者是跟地方诊所要资料 只要是医疗体系的都会经过卫福部的各各级单位 但是呢 过去十几年 啊 三十几年来 所有的资料 都是各个单位 独立的去跟医疗院所 或是去跟就是医疗体系拿资料 所以呢 国舰署自己有一个资料的格式 那个健保署自己有一个资料格式 健保署自己还有健保上传的资料格式 然后还有健保申报的资料格式 哇 这两边还长得不一样 然后 国舰署要一次资料 健保署要一次资料 过去两年大家都知道有 有疫情嘛 CDC也来要资料 啊你们都是卫福部的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把资料 串接好 打通就好了 你这边跟我要一次资料 那边跟我要一次资料 然后格式都不一样 你最后还要互转 然后跟我说 哎 这两边找到的人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你 你这边跟我要 民国年的 那个 那个 病人基本资料的生日 另外一边跟我要西元年的 基本资料的格式 我当然跟你不一样啊 你找不到是因为你格式 跟我要的不一样吗 不是因为那个人不一样啊 对 过去三十几年来 那个我们各个单位 各个体系 想要医疗资料 这件事情 格式不一样 医院多辛苦啊 每一个单位来要资料 我们都要搞一套耶 超痛苦的 所以 卫福部有一个很理想很完美的一个在新年度或者是在接下来想要推的一个计划是他们想要一个大一统的资料格式 如果院所传上去的时候 所有的资料格式通通都统一了 那我们就有机会 不用再花时间跟人力成本在那边 我帮你转成这个格式 民国年转 西元年 西元年转 其他格式 刚刚只是举例 生日这件事情 就可以想象有格式的不同 你知道医疗有多少不同的格式吗 那每一个不同的栏位都有机会是因为 比如说它是吃文字形态啊 它是吃字串形态 它是吃什么福点数形态 各种不一样的单位 然后取的那个长度又不一样 天哪 格式百百种 多辛苦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个session听这样子的议题 可以知道 File这个格式对我们未来有一个很巨大很重要的转变 OK 如果你在医疗体系或在医疗领域 或者是你想接下来想做跟医疗有关的产品开发 在各个领域 你可能已经有听过 现在卫福部也想做一个叫加一大平台的一个 一个弓箭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 它其实它理想是 它听到了所有的地方的医疗院所 以我来说我是医疗中心 但是如果是地方的院所 他们其实是也是需要做这些资料串接的 但是如果是一间小药局或是一间小诊所 他们要去哪里找一个厂商可以帮你做完全部啊 比如说你有资料要传CDC 你有资料要传国舰书 你有资料要传健保 健保上传 你有资料要健保申报 天哪 好多资料要传啊 所以他们集体的跟卫福部反映说 可不可以有一个加一的大平台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大平台 把所有跟地方的药局 跟地方的诊所 然后呢 加上平常有在使用的那个EEC 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云端要力啊 云端病例啊 或是云端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病例资料 那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云上面做一个互通跟整合 对那这是卫福部另外一个应该是说也是想要做的事情 对那接下来可能也会在大家的耳朵 持续的听到这样子的计划 好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就是 深入浅述一下就是 File这个格式对医疗场域有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我等一下会举一个非常明显容易理解的例子 然后除了连测 连测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 我A机构要跟B机构对丢资料 或是我A厂商跟我这个院所要互丢资料 除了连测这件事情之外 有没有其他事情是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 然后会提一下如何使用File合成资料 进行医疗量能瓶颈的预测 那以及现在大语言模型这么红 有没有可能用涌畅的方式去生成File的合成资料集 那生出来这些资料如果有幻觉可以吗 有没有机会在合成资料里面发生一些涌现 所谓的涌现是说有一些我们可能已知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因为大语言模型它接触到的资讯 跟它学习到的资料比我们多跟广 所以它有可能突然告诉我们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们发现对这真的很重要 或是这真的对医疗现场有帮助这样子 好那最后简单提一下 就是Dolly2.0它对于LLM民主化的一些影响这样子 好 我今天要讲一个非常非常简单容易理解的例子 我作为一个医疗院所就是我在医院里面 今天我就在台北市中心 然后我是一个超大型的医院 病人来的会有哪一些 会有新北市送过来的 会有台北市送过来的 新北市的消防队把人跟救护车送来的时候 他顺便送了一个叫EPCR 就是在救护的过程中车上产生的那些资料 他把资料送到医院来 这东西为什么重要 因为如果你在救护车上面 提早的把这些生命真相 把这些医疗数据整理好 你进到我 进到我急诊的时候 我马上就知道 你这应该要做什么处置 那如果今天有重大的 大量的事故事件 比如说有飞机掉下来掉到河里 或者是有公车撞到某个桥墩 然后上面有很多人 或者是有一群出外的学生 他们吃了什么样的食物 造成集体的食物中毒 如果今天这一群人 在救护车车上 就已经收集到数据了 然后这一包数据可以在 人送来医院 或者是救护车还在往返送很多人来的时候 就提前把这包资料全部送给我们 急诊 送给我们医疗院所 那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帮这些病人准备 比如说特定的解毒药剂 或是特定的包扎的一些用品 或者是特定准备一些专门对这个重大伤病 或重大灾害的一群大量的人的紧急处置的一些医疗准备 今天他送过来台北市的消防局送过来 他给我一包资料格式 新北市 他们有做 他们也送了一包资料格式给我 大家猜一下 新北市送过来资料跟台北市送过来资料长得一样吗 长得不一样啊 天哪 那个资料格式长得不一样 栏位长得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内容还长得非常的不一样 OK 今天资料到了我们医院来 我们医院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资料格式嘛 所以我是不是要做转档 我是不是要做转换 然后转过来过程中 好 今天如果一个人两个人 电脑当然没问题啊 就程式写一下 那个没有塞车就转过来了 但如果今天突然涌入了大量的伤病患 突然有一个重大的紧急事故 比如说粉尘爆炸之类的 那资料转档会不会变成一个瓶颈 会不会产生困扰 而且有时候 第一现场他们收集到的资料 有可能不是很干净 它有可能是脏资料 他收集到资料栏位或他的格式 可能会有缺 因为第一线也赶时间 他们不一定这么准确的 给你院所标准的 健康的干净的资料 他可能给你账资料 那这个时候 如果台北市EPCR给我一包 这个看起来 就是很混乱 很彩色的一包资料 新北市给我另外一包 也是很彩色的资料 那这两包资料呢 长得又不一样 然后通通要喂给我 天哪 我光搞这个转档 而且你们每次改版 改版后才通知我 然后格式又不一样 送来之后我还要再转档 或者是我要再调整一次 或者是你有一些张资料 我还要额外的 做一些清洗跟处理 这都是花时间人力成本 所以其实File这个格式 对医疗现场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如果我们可以 搭一桶这样子的资料格式 把这些都搞定了 那人送来资料进来 我就赶快处理呀 我是不是可以节省时间 我是不是可以赶快 帮助到病患 专注到照顾病人这件事情 好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系统 就是File格式 我们希望除了医疗的系统 护理招呼的系统 或者是我们的影像资料系统 或者是我们个人 可能会有健康存折 或者是你手机 或者是你的手表 可能有收集的健康资讯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格式 当它今天资料进来的时候 我们比较好维护 比较好去对齐这些资料的一致性 威福部应该是说 健保署最近还有在推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现在在推一个叫 就医识别码的 刚刚有说有很多不同的资料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系统跟资料 其实这些系统跟资料 要把串接起来除了靠身份证之外 他每次的就医行为 不好意思 往上 他每次的就医行为 都可以用一个唯一的识别码去标记他 那如果你有这个就医识别码的话 可以串接所有的资料 对那目前院所 不管是健保 或者是跟申报有关的 我们基本上都会朝这个方向 正在推动中 就是使用就医识别码 去串接所有的资料 那当File之后 我们会想办法在里面再加一个 就是把就医识别码放进去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所有医疗院所 内部的资料 都透过这样子方式串接起来 好 大家都知道 其实医院是有一些困境的 因为我们的资料都存在各自的系统中 它是一个资料的孤岛 那因为隐私以及伦理的议题 所以我们其实这些资料的流动 都是有被监管的 那当然也因为他们格式的不同 所以流动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你去了医疗产业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当你今天想要做一个新的产品 或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做一个新的功能或服务 你都一定会遇到医疗的伦理跟隐私的问题 就是IRB这件事情 那当你今天想要持续的改善你的产品 改善你的功能 你这个进步的飞轮 就是想要变好的这件事情呢 都可能会被IRB那个扎一下 对有可能会把你的飞轮扎到爆胎这样子 OK 好 那但是庆幸的是 我们现在院所 其实是有机会使用这些大语言模型的 比如说像OpenAI的API 或者是Azure OpenAI的 这简称AOAI 或者是我们自建一些大语言模型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OpenAI 它可能有一些资安或隐私的疑虑 因为它会把你丢进去的资料 再一次拿去做其他的应用 或者是重新做Trending 所以资料就外泄了 所以这时候什么很重要 合成资料就很重要 如果你是使用OpenAI的API 你要做实验 你用合成资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不是真实病人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能生一包符合那个格式 然后又是一包合成出来资料 你当然就可以放进去 没有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叫它伸出合成资料 是可以的 如果你调整你的永唱剧 就是你调整你的Pump 你可以有办法的让它伸出 比如说给我60个病人的资料 依照以下的格式输入 然后它的生命真相 必须是符合某一种常态分布 可以 它会做得到 那当然有一些特定 就是特定的状况 比如说像是Ager OpenAI 他们现在有提供 就是一个沙箱的环境 这一个代言模型 它只有在自己的环境里面使用 它不会把 它吃到资料 再次拿去给外部的 模型去做学习或训练 所以资料是在一个独立的 一个沙盒的环境里面 不会流出去 那我们其实有一些院所资料 比如说在官网上面公开的资料 或者是我们一些跟医院有关 或是跟医师有关的一些公开的资料 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放进去 做一些训练跟学习的 好 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很高机敏的资料 比如说病人的个资 然后病患的重要的资料 其实我们是院内会有一个整合的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会去串接各种不同的 刚刚有提到的资料的孤岛 然后试着把它串接起来 那今天 因为是因为重要的真实的病人资料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试着自建大原模型 比如说像Dolly 2.0 然后把它放到那个 我们自建的原模型里面 那当然所有的共生资料 就是虽然不属于我 但是因为我工作上会使用到的这些资料 叫共生资料 这些资料呢都是需要过IRB的 今天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在这个领域我有碰到这些资料 但如果离开了这个领域 这些资料不属于我 所以我也碰不到这样子 好 那合成资料有幻觉可以吗 其实上现在大原模型 它控制幻觉的方法已经非常的明确 你可以使用 比如说把温度降低 或者是它有一些端点控制 或者是它有一些内容的过滤器 可以来使用 所以它你可以控制它 产生幻觉的程度 或甚至让它不要产生幻觉 完全听你的控制 那合成资料有机会产生涌现吗 我们最近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有一群病人 他以前某个时间点之前 不曾对纳豆过敏 他某一天开始 他就吃纳豆会过敏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去看 有时候你医生去询问 可能不一定能了解 为什么突然多了这样 很多这样子的病人 但如果今天有一个 原模型在背后 帮助你汇整 或者是做萃取 或资料切片这件事情 提供一些资料 让你去做初步的 前期的研究 你可以发现 原来这群人都曾经去冲浪 冲浪的时候 被水母扎过 所以因为被水母咬了 他在某个时间点之后 吃纳豆会过敏 OK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应用 如果你有一包合成的资料集 你可以先理解 你有一个产品要怎么样去设计 然后试着把这样子的模型 跟你的功能都实现之后 接下来再放真实的资料进去 也就是说合成资料 可以先帮你早期 做出产品跟功能的预测 然后接下来再试着放真的资料 也许会发生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好 因为时间关系 那个这里有一个QR Code可以扫 那这是一个G0V的影片 好 快我剩四页 这个是一个G0V的影片 然后他会介绍说 就是关于Doli 2.0 他民主化的一个进程这样子 那如果你对大原模型如何去生成 以及他制造跟产制建制的过程中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可以看这个影片 好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重点是 我们把大原模型 作为一个产生器在使用 那刚才有提到进步飞轮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 前期可以拿到资料 可以做测试 可以做产品的开发 但是当你遇到了高机密性的资料 比如说跟病人有直接有相关的 比如说像转诊记录啊 或是像EMR EHR等等 都会遇到IRB的议题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使用合成资料 你有一个语言模型 加上你后面有一个AI的分类器 你这样子要迭代一个快速的产品飞轮 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持续的改进这件事情 你就因为合成资料的介入 所以你就跳过了那个 不是跳过 你就 你就因为IRB的因素减轻了 让你的这个产品进步的飞轮 有机会持续的先往前迭代 接下来再把真实的资料 申请完IRB之后放进去 好 这是我的联络方式 这里是一个QR Code 对啊 如果你对这样子的模式有兴趣的话 可以等一下来跟我聊聊 或者是扫着QR Code跟我加个朋友这样子 谢谢